大家好,我是大忌 學外語的時候很需要學不好的說法 因為這是拉近朋友的距離的一個很不錯的方法 日文也有很多不好的說法 今天我要介紹很不好的日文其中一個 大家應該有聽過吧? 聽起來很有不好的感覺 可是其實正面的時候也可以說 這個主題居然老師應該不會教的吧 因為就算沒有學好的用法 對你的居然也沒有什麼影響 那就開始囉 首先大家知道 不太禮貌 第一個用法 很不好的時候就直接可以說 比如說 那部電影超級無聊 那部電影怎麼回事? 那部電影怎麼回事? 嘴巴 那部電影怎麼回事? 糞便 昨天天一天一天 23時間半天 在ベッド上上 spent 和平衡這些人在一起 嗯 超級自私 跟很好的朋友才可以講 也可以直接替換 ゴミ 就是垃圾的意思 第二個用法 潛度很高 很糟糕 很厲害的時候可以說 這個用法應該是最常用的 像是 かなり めっちゃ 之類的意思 年輕人喜歡說的用法 很常用的形容詞是 還有動詞的話 等等 感覺傳訊息的時候比較少看到 聊天的時候比較常用 最後第三個是 英文的 這樣子的用法 不甘心 不滿 等等的時候就可以說 第一句 漫畫裡面很常見的用法 那 クソ 在生活上怎麼說比較自然呢 就一起來 看看吧 啊 クソ 修練逃した クソ混んでるな さすが ゴールデンウィーク うん そうだね 家にいたほうがよかったね はぁ 今日のバイト クソ疲れた はぁ クソ痛ぇ えぇ 何か悪いもの 食べたかな 先週のアメトーク 見た? あー あれでしょ あれ クソ面白かったね よし よし もう少し あー クソ もうちょっとだったのに 大丈夫? 顔色悪いよ うーん なんか今 クソ気持ち悪いから ちょっと寝るわ この前 彼女とデートしてるときに 浮気相手のこと出くわして クソ気まずかった お前 浮気してんの? クソじゃん お前 浮気してんの? ゴミじゃん ギター弾けるの? ちょっと弾いてみてよ いやいや クソ下手だから無理 クソー スマホ持ってくるの忘れた スマホってどうやったら忘れられるの? 逆にすごいね 友達の結婚式どうだった? クソ泣いたよ やっぱり結婚式っていいね 俺も結婚しようかな いや 彼女もいないのに クソー クソー バイバイ 我又拍 這麼奇怪的主題 還有一個 クソー 也很常用 クソー 中間那個有七菜汁的 クソー 比較強調的感覺 クソー 台湾の夏場 クソー うん 作樣 クソー